我還是要道歉 因為對於再一次 又是浪費社會資源 然後又造成很多人的觀感不好 自己形象又大受傷 表示很深的歉意 面對149罪 歐錦鋒波 新北市議員李婉玉首度出面道歉 不過脫序爭議 已經不止這一樁 沒關係 妳可以吃立委 我吃立委 沒關係 妳可以 妳要嗎 兩個多月前 中秋節期間 李婉玉才被民眾拍到疑似酒後失態 在路邊和民眾發生肢體及口角衝突 也因此出面道歉 妳在這裡就是先跟這些所有關心我 還有我打擾到的人 真的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再來 應該要戒酒一段時間 然後我會自我反省 不過這次李婉玉 再次因為脫序行為 鬧上新聞版面 選區民眾可是全都看在眼裡 我覺得她是公眾人物是不可這樣子做的啦 她怎麼幫人民做事呢 我覺得她的那個氣質被自己打壞了 會看有沒有更適合的人選 這些事情不會影響我對地方的努力 那願不願意支持 就大家各自努力看表現 李婉玉服務處周圍聚集了很多支持者 為她加油打氣 面對政治生涯 李婉玉看得很開 不過兩度行為脫序恐怕已經造成一定影響 歡迎新聞 張潛東 丁上齊恩 新北報導